歡迎打開洛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瘋狂亞洲富豪 Crazy Rich Asia 由出神入化2的導演朱浩瑋指導 電視劇菜鳥新移民的女主角 吳鐵銘、楊子瓊、亨利高丁主演 改編是關凱文的同名小說 小說的後面還有兩部續集 分別是《China Rich Girlfriend》 還有《Rich People Province》 這部電影在美國賣得相當不錯 是今年美國暑假檔的票房意外 全亞洲演員陣容的瘋狂亞洲富豪 預告片出來的時候就讓我相當期待 對於這樣的故事 還有一些熟悉的臉孔 我想真的就像是黑豹 治癒某些特定的族群一樣 終於有一部屬於自己的好萊塢電影 看完之後我覺得我的期待是有一些錯誤 然後有一些預期上面的出入的 首先從導演、演員 或者是原著小說的作者 他們的觀點是以美意的華人作為出發 我想這就會有一些差別在 而電影的風格上面對我來講 也有預期上面的錯誤 原本以為會像是一部 《我的希臘婚禮》啊 或者是《羽龍共舞舞》這樣子的大喜劇 結果沒有想到這部電影的喜劇成分 它沒有很重 不是那麼的以喜劇為主在賣力的倒笑 雖然還是有很多幽默的地方 但就沒有像一般商業電影那麼賣力的講笑話啊 在取悅我們這些觀眾 而是蠻正經的在講這個主題 還有主角所面臨的難關還有選擇 故事敘述一位紐約的經濟學教授 朱瑞秋被男友邀請回到他的家鄉新加坡 去參加一場婚禮 美國土生土長的瑞秋第一次來到亞洲 同時也要面對男主角一直隱瞞著他的秘密 他交往的對象竟然是 新加坡超級富豪家族的繼承人 地表最強黃金單身漢 這樣的劇情乍聽之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老掉牙 身分地位不對等的戀情 所面臨來自對方家庭的挑戰 再加上一些炫富的華麗場景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成功的第一個點 就在這個劇本上面 雖然主體架構是相當的沒有驚喜 但是老梗也有老梗的好處 一場一場戲下來 我覺得很多地方安排設計的很用心 這個劇本也有發揮到 原來有一本原著小說在的優勢 講的東西算是相當的全面 每一場戲讓我們看到的衝突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所呈現出來的那些問題 對我來講都是相當的真實 東方與西方 男性和女性 有錢人與超級有錢人 個人與家庭 我非常喜歡在男女主角之外 還有一條支線就是男主角的表姐 也是出生富貴人家的她 和只是普通人的老公 他們之間的故事 這條故事線成功地做到了主角故事線的對比 而且你看到這個表姐這麼的完美 人又這麼的好 是這部電影中數一數二的好人 可是為什麼就在她的故事裡面 好像她還是做了錯誤的選擇 提到這部電影的主題 表面上是各式各樣的差異 或者是東西方之間的拉扯 華人家庭為重的體系之下 一代傳一代的封建思想 上一代苦過犧牲過 那這一代好像沒有理由不照著這麼做 在這些表面之下的主題則是歧視 續長一段在倫敦旅館的小故事 華人在歐美世界裡面 被歧視的這個時代背景 開中民意的跟你講的歧視 和被歧視是這部電影的主題 這樣的歧視是就算你再有錢 打扮得跟西方人一樣 他們還是沒有把你當成自己人 或者是一個合格的人來看待 這樣的歧視其實隱藏在這部電影 滿滿的劇情當中 導演也很聰明沒有用名講的 而是用了一個灰姑娘的故事 來把它包裝起來 男主角為什麼要一直跟女主角 隱瞞自己的家世背景 他不希望對方只是看到他的家世 愛的只是他的錢 但是不是也是因為他打從心裡 覺得女主角會只是愛上他的錢呢? 這好像也是一種 瞧不起一般人的心理想法 讓他們之間的感情出現了謊言 還有隱瞞 在表姐的身上也是 他刻意為了不讓自己的老公感到自卑 這種貼心其實也含著一種 瞧不起對方的意味在 而楊子雄飾演的媽媽 則是因為歧視自己的出身 而對女主角有所敵視 也是因為那樣子的自我歧視 讓她在開場對旅館的人 做出了反擊的動作 直到女主角最後在麻將桌上 對她上了一門賽局理論 她才放下了那個不能輸的想法 最後也成為了贏家 我想現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還是會有很多美國好棒棒 講英文好棒棒的思維 不然我們就不會看那麼多的好萊塢電影 或者是美國影集了 有的時候我也是能夠感受得到 那個東西文化的價值觀差異 在我身體裡面拉扯的感覺 這部電影也講到這樣子的人 在自我認同上面的問題 你到底怎麼看西方所講的 做自己的自我意識 還有東方所講求的 顧全大局的自我犧牲呢 我覺得最後麻將戲的那一場 是找到一個蠻好的方法 詮釋了這兩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寫得蠻好的 雖然我不知道 我不懂麻將的外國人 到底要怎麼看懂那一場戲 導演拍得蠻好的 各種大場面小場面的調度 都拍得蠻有看頭的 婚禮 單身派對 彈花派對 人群中的追逐 連經濟艙的那一場戲 都拍得很有趣 也把新加坡拍得很時尚 很熱鬧 女主角吳天明演得很好 不做作的演技 撐起整部夢幻感十足的炫富電影 就算在男朋友面前 也不裝可愛的那種個性 真的是讓人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他跟媽媽 一起躺在床上的那個鏡頭 完全地表現出 他們這對在美國打拼的母女感情 然後楊子瓊在這部電影中 是真的非常重要 他把這個一綱一樓的女強人演得非常好 在《瞞天過海 八面玲瓏》中 讓我大威欣賞的奧卡菲娜 比較飾演一個樣板型的傻妞閨蜜 但她的喜劇表演還是帶來很多的歡樂 《亞洲超級富豪》會是一個這個時代 很有代表性的一部浪漫喜劇 用一個老套加入豪門的故事 讓我們感受到這個溫馨還有歡樂 同時也滿足我們偷窺有錢人生活的幻想還有慾望 也告訴我們在感情當中 最難跨越的不是外人家人的主腦 而是彼此無法坦誠地做自己 當然這是一部充滿刻板印象的電影 同時它也打破了一些的刻板印象 我覺得這部電影它不是要觀眾逆轉一些什麼東西 而是要將這些刻板印象 為什麼會出現的原因真實地表現出來 特別推薦這部電影給想要不小心就加入豪門的你去欣賞 瘋狂亞洲富豪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就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掰掰